中心宾馆一楼是蒋公办公及接见宾客的场所 正厅为来访宾客必经之处 蒋公与夫人曾在此欣赏电影 而东客厅是蒋公接待外国元首使节的场所 西客厅自备接见本国部长将领的地方 蒋公办公室内面对门口靠墙斜摆着一张桌子 有助于蒋公从远处或者不同角度观察来人 至于蒋公细查部署的用人哲学有关 办公室内并挂有蒋公与母亲王太夫人合照的侍母图 以及王太夫人画像 代表蒋公对母亲的追思与怀念 餐厅内有一个西式餐桌 为宴请亲朋好友与家族聚会场所 蒋公每次宴客必亲自排座 中午多半请吃西餐 晚上则请中餐 党史会时期 金国先生也曾在此被深母毛太夫人庆祝百岁纪念日 二楼是蒋公与夫人的私人生活起居空间 正听为蒋公夫妇用餐之处 蒋公平常最喜欢吃宁波笋子 红糟肉 鱼 以及酱瓜 而四周墙上所牵 四幅喷砂玻璃画作 来源自于夫人所会的主之四季风情 这是夫人的画室 蒋公平自民国五十年左右 拜皇军备大师习山水 郑曼清大师习花会 用艺术充实生活 丰富人生 昔日蒋公常陪伴夫人做画 间谍情深 传为佳话 过她 则为夫人画画休息 与阅读书报的地方 画室后面的洗礼台 是为夫人作画而设 另一边是夫人的衣物间 夫人卧室 仅邻蒋公卧室 夫人习惯晚睡晚起 世外采观喜欢明亮 而基督是两人共同的信仰 耶稣圣向前 为蒋公夫妇祷告之处 卧室中并成立有夫人所会的 梅兰竹菊四君子圆形画盘 夫人灌洗室内铺有地毯 并拥有发式家具 及先进卫浴设备 蒋公卧室中靠床的两把长椅 是蒋公起身时 稍作休息与穿衣之处 而当年蒋公使用的衣柜 也仍然保留至今 从蒋公平日所穿的衣物 可以深刻感受到 蒋公节俭朴实 又念旧的个性 书房中原有的摆设 在蒋公过世之后 已经收拾干净 现有家具 为蒋公当年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 总裁办公室所使用 蒋公好读群书 每天都要经读一段经史或学案 对于历史 哲学 战略的世界明珠 更是爱不释手